生殖器泡枕病毒怎么引起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贵娟 新院士第九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生殖器泡枕病毒的感染 多鉴于一些不洁的性胶 像有一些最常见的像口胶的 还有肛胶的 导致皮肤粘膜的一个屏障功能的降低 容易出现这个泡枕病毒的定值 所以它最常见的原因 还是由于不洁的性胶行为引起来的 在临床上我们最常见的 生殖器泡枕病毒感染的 为二型泡枕病毒 也有一型泡枕病毒感染的 还有一些没有不良的性行为 但是也依然感染了这个生殖器泡枕病毒 这个主要和免疫力的低下 还有劳累 还有一些局部的清洁 或者是不通风透气 这些有一定的关系 导致了这种病毒的容易定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麻煩口网统子